叉着腰,人肉挡车 一时又坐在路中心 阻止车前行 碰瓷挡 要问? 碰瓷挡 不过不过 难道大埔真的出现碰瓷挡? 有不少住在围头村的村民寺 将士夫妇由几年前开始 以藏位屋外围场植物为理由 怀疑向路过的司机收取过路费 影响村民生活 我妈说她妈妈在2018年 被收了两次过路费 各赔300元 我妈妈叫了栽泥头的大车 进去落下泥 车出来的时候,她截着车 说车的镜子把炮掌花拆到 一开口就要500元 第一次赔了300元 去和平解决这件事 第二次落石屎 她又走出来拦住 她又是坏人的发到后镜 拦到她的树枝 有几十年驾车经验的李生 四年前开始转驾小巴21期 这条路线的终点 就正是围头村游乐场 所以小巴出入村口 必定经过张氏夫妇间屋 有一次她就跑我车门 她说师傅 你刚才拆到我大车的木头 然后我就问她几点 她说十点左右 十点我是吃饭的时间 我没理由会驾车 见过她这么说 我就很大声跟她吵 不如这样吧 我说张先生 如果那个是我撞的 我就抛个头给你坐 如果不是 但是你两夫妇就抛个头 让我当鞋鞋 李生据你力争 从未试过被收购路费 但是她说有不少的司机同事 就无辜中招了 其实有一个真是冤枉的司机 他就为了被单车 他就不断转到卡板 转到他一点点 然后要去赔 当时就跟他说 我真的没有钱了 只剩一百元 他一百元也删 第二个司机又不知道 弄到他什么 开始死或者什么 又赔了三百元 怕他整天发神经出来 又冤枉钱 我一天五百元而已 我冤枉三百元 我只冤枉二百元 我怎样吃饭 张氏夫妇和村民 就路拳的纷争越演越烈 好像六月底 有货车洗过张氏夫妇家屋的时候 怀疑碰到外场植物 带着余夫母的张太即时难路 多条片段在网上风传 你怎么不可以 不让一辆车出来 你先让我进去吧 你站着就没意思了,对吧 他撞到这些东西走回来 你不能走 你不能走回来 你能看得到我的东西吗 你也… 你不… 因为他们根本不能进来 他们一直都进来 他们的东西就走了 他根本不可以进来 你知道吗 你有什么权不让我进去 他说的车是超过五分 你什么呀 你什么事呀 你什么呀,你会跟我吵架 他你吵架,你怎么会来的 路面交通严重阻失 而围观的村民亦越来越多 有村民尝试劝了张太太 他们玩的,很难玩 我不能吃了,我吃了才行 我像村长,我吃了,他们很开心 你们玩的 碰瓷朵 咬过去吧 碰瓷朵 碰瓷朵… 我很累 现在你是村长 你借我帮人来欺负我,你说的 你找我偷你 警方之后到场了解事件 让他离开,怎么办 我不想 你让他走在那里 你让他走在那里 他吵架我 你听我说 他先过去那里 让其他车走,行吗 他不会走,他是在那里 你明白吗?这里是交通 抄了车,他在抄了车 你想买成车 一起做东西 要求你 是,先生 很危险 你现在影响了很多人 你看,那里有多少车在那里 有些人要看伊芬 你又躲着 人家是怎么看伊芬 你的问题怎么发生了很多次 我不是 我跟你说这些 你先看这里 我第一件事 我要你先看这里 我第一件事 我叫你先看这里 你听我说,好吗? 我要先看这里 我今天就看了 看了 你先放一条路 让村民走,大哥 你还要看这里 他还要 据了解 张氏夫妇在十多年前 由英国回流回来香港 被指为路霸的他们 受尽千夫所指 张先生决定现身回应所有指控 他说 曾经有司机 撞毁花圆围墙上的铁栏 但最后不顾已去 令他蒙受损失 如果他不是撞毁 我们只是警告他 叫他下次小心点 就不会要求赔偿 但如果他撞毁 我们就要求赔偿 有一次小巴司机撞冬 我也是叫他赔一百元 他说没钱就一百元算了 当是喝酒,这样而已 张先生澄清 自己和小巴司机关系良好 见面会打招呼 如果司机真的撞到有损毁 究竟要赔偿多少钱 看看他的态度如何 普通来说 我们跟警察谈过 合理的赔偿就是五百元 但有些如果他没有什么问题 不会说没有礼貌或什么 损失不是很大 就叫他赔三百元 因为我投资很多钱下去 就是CCTV、加强等东西 是要钱的 就算我跟他谈的时间 都是金钱 其实就是他露霸之外 但是在刑事来说有点 他叫勒索 你试试问整个香港 这么多个村口 路快谁收就没人收 不过在六月底 多条片段看到张太出来拦车 究竟当天又发生什么事 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 那辆货车 其实就由四月开始天天在围头 出来出去 很多时候他没有撞到 但有时他撞到 我也不管他了 但这次我太太看到 我太太的责任就是停下司机 然后等我回来 跟司机谈 看看如何解决问题 张生解释 当时并没有要求司机 逐出赔偿 反指其他村民针对他 看上CCTV 提到一群围头人 但他们没有跟司机说任何事 只是指责我太太 不是什么什么 那时候太太要求司机做什么 没有 只是叫他承认这对错处 然后将来怎么不要碰到我的事 有没有要求赔偿 没有 整片短他们放上网 是没有一个链字 我觉得他是特意放一些铁枝 绳子、石头 那些伸出的路面 让别人容易击倒 接着就可以索尝 不过张生出示多张相片 只在二十多年前 已经有花圆围墙和石头等装饰 和栽种植物 张生现在经常有修剪植物 所以不存在阻路问题 我们在拍摄期间 突然看到当日的摄市货车 张生即时赚钱了 我收过你的钱 是 我没有收过你的钱 没有 就是了, 我没有骂过你 我只是向你小心驾驶 你不用那么兇 还有你老板 不用说粗口对我, 知道吗 我没有得罪你, 明白吗 收工, 总是这么多 是, 总之你小心驾驶 你不要乱撞, 好吗 好的 收工 近年来, 围头村人口密度越来越多 搬屋等大型货车 出入村口的次数亦增多 张生指, 曾经有车撞烂完东西之后 不顾而去 最后警方花了半年的时间 才成功起诉 为了避免和司机有所争拗 他在屋外安装了闭路电视 监视路面情况 因为他家里安装闭路电视 监着路, 车进入, 出, 他也会知道 好像有本保抹底 这次捉不到他 下次经过, 他就会… 来了, 车就说骂那个司机 什么都好, 骂了一会儿 这条路是我的, 你不可以进去 你下次不要再进来 以后也不要再进来 有两次有人来我家 剪断我的CCTV 又涂鸦我的大闸 又涂鸦我的牌面 只是牌面我用金箔去做 要代替牌面也一万元 还放了恐吓信在地上 你说我忍受得到吗? 损失是多少, 你知道吗? 围头村在去年 成立交通小组更进事件 小组成员也曾与大埔地政主 民政事务处等政府部门 召开跨部门会议 去解决村民的纷争 有小组成员多次主动跟张三谨 我跟他是好兄弟 为了这些问题 本人亲自去找过他 他也肯出来见我 希望不要令村民出入影响生活 或者你让出来给我们阿公 或者愿意卖出来 他说不是钱的问题 钱我大把 我不卖 跟你们玩到底 其实是耕地 是耕耕田 他可能白占了政府的地 他说不要紧 我就让出来 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那条路都是政府的地 我清楚 我的地界是在哪里的 我还没建屋之前 我有棵荔枝树 有棵龙眼树 有条高压电纜 是没有车进来的 连五吨半也不能进来 我建了屋 我让了三尺给他们 我又没有收过它一毫子 有大律师指 张氏夫妇是否有权向司机索償 是要视乎植物的位置 要取决于那些植物 究竟当时身处在什么地方 你要有责任 你要收拾那些树冠的部分 你就不能让那些树冠的部分 延伸出去公众的地方 因此令到其他道路使用者 包括货车司机 使用那段道路的时候 受到一些干扰 或者是一些不方便的情况出现 路权事件妖让多时 终于有突破性的进展 地政柱近日落地 清晰划分官地和施阳地 不过在谨谈的过程中 多次出现争论 章太更站在天台抗议 他们找两、三对警察 找一群人去拆 好像有避烈 对吧? 我们也没有反抗 他用不着用这么强硬的态度 留意东章西望 路权博弈,世不罢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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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